一大早 醫療巡迴車裡 醫生拿著器具為病患處理蛀牙 外頭的志工也忙著接待看診的病患 慈濟在愛麗絲社區舉辦牙醫醫診 四年前退休的老師也投入了志工行列 2016年我去台灣 接受教授晉雲 這就更加興奮了我 我回到後 當地貧困除了社區議診 每週一次的固定發放也不間斷 從2004年關懷學校走入社區 為了讓居民能營養均衡 也開始進行了蔬果發放 我們在這邊做返校日的發放 已經是第四年了 有結合我們的食物發放 還有我們的醫療的牙科醫診 那主要也就是說希望把這個社區 因為我們慈濟的四大志業 跟我們的人文能夠在一起升起來 學校即將開學 慈濟志工也為低收入戶的學童 準備制服以及書包 為孩子的背包 還有一些美麗的穿衣服 志工用心 希望能讓愛麗絲社區成為 幸福快樂的家園 戴新聞真善美志工 曾會議黃建良美國報導 寺美學校 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在這裡的